先簡單做 介紹一下 現在是在重大面下的 做這個財務 結完的 今天就幫他 稍微介紹一下 我這邊直接就介紹了 這個水泥兩位資產 都在講這個地方去 那從一開始就三條錢 大家都進行工作 那後面就是Break Time 就是到 包括連接收政府 還有 到 毛衣域 飲業 非工具 還有其他 呃就是飲業 非飲業項目的部分 那最後還有 稅率跟 算決通貨外規矩 那這邊的話 我大概給一個比較簡單的建議 就是 在建議表的時候 除了存的意義之外 這邊也要留著 那我建議是 把三表放在同一個 做到後面你的發頭越來更複雜的時候 你其實在切換不同的表的時候會進行錯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你的這一個 你做給第四次按這一個 你會放你的黏度 然後一直往下就放三秒 還有其他的 長時間 就是一直往下 這樣子你在 後續回路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那另外就是 你如果 你這個model裡面的這個數字 也可以用顏色來區域 如果是實際級的話 F就是用顏色 那你的 是 我們的公式來計算的級 可能是用藍色 那你用手動來蓋的數字 才用紅色 這樣做的好處是 你做到月後面的時候 你會知道哪一些數字 其實是實際級 那 還有可能是 你這個 同組的同學 就 可以回去看這個模式 大概是怎麼 怎麼建議 因為到後面 其實 呃 會建議大家 就是 大約 至少要 來 出一點 就是 不要把 都 揮在 那 這邊的話 我講的 呃 主要重點就是 大家把這個 收入 這樣的時候 齁 那其實他有兩個資料來的 第一個是年報 那年報的話 他主要會把 台湾跟 大洲 呃 拆出來 那所以大家會看到在 連收其實會突然 包含一小塊 在那邊 可惜你如果把這個 營收是用這個 拆到後面的 覆蓋機上來拆的話 那就會把這個 半年就會多出一塊 這個狀況 這就是 那個 外風 就是給你 那其他這個公司也有提供就是 YouTube sales 這些 啊 引送 然後 還有 這個 他就不會 那接下來我講的在 OPA 跟 典卡的回答 那這邊的話 可能有 呃 不確定有沒有同學知道 就是 其實 那個 包括 這個 瑞琳跟 跟這個 澳洲 茶派的 這個 OP margin 其實是已經在他們 他們的財報 呃 揭露 那 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同學被補充 就不知道 那個 這個 瑞琳他的 Okema 就是 什麼 那 這邊的話 其實 他就常在補滿 機梢的 財務報告 那這一個的話是 呃 他是揭露在中國地區 那這個數字 因為這樣子 投影出來 比較 比較不好看 然後我大概念了一下 這個數字是 有 13900萬 那其實他在這個 在這個 呃 虛控 重大 非統治權益 自己的虛控資資訊 他的 這個 呃 reli 在 揭露 也 不斷開始 就13000多萬 所以這數字是 是 對的 那另外 查派就是 號召的部分 當然就是 沒有 那這個就是 兩次於 號召的 這數字也是一樣的 所以等於說你 呃 這個 他一直在財報裡面 所以你如果要做 這個 呃 過去的歷史資料 你可以從 這邊來找到這邊 那另外在這個 王宗洪基的話 大家 因為他是工法合資 所以 你其實可以找到他的 這個 採訪 那就是 找 這個 呃 就是 各地財報 他 也是建議找 各地跟 跟合併 都要看 你這樣子才可以把 他適當的 事業 就已經拆了 比較乾淨 那這一個是把他的 這個 這個是 歐比馬軒 啊 畫出來 那等於看到 其實他在 他把特别的部分 就是比較 表現 他的 所以 你用特別來看 他就是 往上 那可是在 拆盤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 往出來 就是 哦 就是 那如果把這個 禁力做 對點 的話 大概就 可以看到 一八年 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網搜 的 那因為 已久 然後就往上 掉了 所以這個 就往上 那這邊的話 大概 有些組織可能是用 裝飾 或者是產業的 成長率來 付款的 這個 未來人收的 裝飾 那我這邊 比較建議說 這個 可以用這個 單點 就是 把 的部分 來做 這個 營收的 推幅 那 呃 大家也知道 這是那些 有不同的 品牌 那 公司也有提供 資錢 大概或者是在 包商會有看到 這一些 品牌的 這個 變數 那其實可以把它拆分 就是 按照 總營收 成長 他當年的 這個 移收站 那反對 未來就是 二十多元的 另外在估算 這個 澳洲 還有 匯率的部分 要考慮到 把他還原成 原始畢別 就是 包括澳幣 跟 這樣才可以 說 評審說 你要把這個 匯率的影響 出 匯率的影響 放在 這段 報告 那這個剛才公司已經有講到就是過去澳洲的話大概就是 毛利率大概 60到70% 那 瑞寧呢大概是20%到30% 那 把這個 這個 毛利率拆分下來的話大概可以 看出他的 狀況 那另外 在 OB expense 的部分這邊我大概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 如果把 這個 銷售收入 放在 購走 那把 業費用的 這個 應該是說 稍貨 稍貨 費用的 利用的費用 放在 那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就是 這個 SGMA 這一塊 就是 應該是說 Safe 這個部分 這跟 營收是 很明顯的關係 在這個 管理費用的人士 大概就是 有點差 變到 所以大家可能 在股賺的時候 這兩個 會建議 把它拆開 那因為這一個畫就是把個體的畫出來 就 就是不做 其實因為 就你們 寶寶很會 會信 的想法 那這樣拆分其實可以看出來 這個 拉卡帕 跟 金長 就是 蠻大的 那這邊 那這邊我講比較慢一點 因為數字 有點 就是 後面的同學 已經看不到 那我就大概用投訴的方式 就是 你們可能會想要猜他的成本結構 那我這邊的話會建議就是從 他的財報 那這個都是我從財報 這個截圖下來的 他在 今年上半年大概 消貨成本大概是12億 2000萬左右 Appreciation 你可以看他的這個 財報的揭露 他會有 快是在這個 消貨成本 來 快在管理 費用 那所以你就可以做 做這個 分類 所以 Appreciation 大概是在 2.5%的 財收 那 人事成本大概是 佔60% 那 Material的話 跟其他 可能是佔 90% 那因為他 產業故事有講說 Material大概是往上加成 就是 蠻大的上去 所以這個大概可以 但是其他的話 大概就 這個人事可能就比較 這樣 那 Folking Stance 大概也可以這樣子 拆 那 拆罐的結果 大概主要會是在 這個 人事 會佔 佔市場 那其他 附近 大概會佔市場 那還有 這個 這個 大概會佔 佔市場 所以 那如果 做這樣 的話可以把 這個 或者是他 過去 做 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 要進到這個 投幣 之前會有一個 其他收益 配損 進額 那這一塊的話 比較細心的同學 可能 之前都會觀察到 他 產生 這一塊的來源 主要就是 批電 就是 不動產 這個 廠房跟設備的 儲存的 損失 那這一塊的話 那如果用 銀售站 來看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 就是他跟補售 其實沒有關係 那 主要就是決定 公司決定當年 就要 分別多少 這個 這個 儲存的 順勢 那 像他18年 就是因為 提供比較多 所以這邊 這個是補的 這個 就會 這個 儲存水 大概就會 達到 那 那 新年利益 其實是因為有 這個 儲存使用權 資產經歷 所以 這一塊 就付的規劃 是比較少 所以這邊 在 估算的時候 未建國學代 是用過去的 平均來做 做假設 那這一個的話是 利息 收入跟 利息費用的部分 那利息收入的話 大家要先計算一下 他的這個 就是他哪一些資產會產生利息 那最主要就是他銀行的 銀行的利息 還分兩塊 那就是 直接失業在銀行的利息 這個 那另外一塊的話就是 這次有一小片 有三個同學 就是 按這個 應該是說 受限制的銀行的 因為他在 經濟發這個 CB 他是 所以 銀行配料所 他要拿 蛋黃金 所以他把這個 變存單 出來做 做抵押 所以那一塊就是 在講 這個事情 那另外還有 比較小的 這個 就有個重要 就是資金代理他的 因為他會 那個 子公司 子公司 或孫公司 在資金 籌碩上 是比較 比較困難 所以公司 他會 把資金 代理 代理他的 那他是用這個 三個 來做 收費 那第二塊的話是 這個 利息 利息費用 那利息費用會產生 主要就是 來自於這個 大家都知道 銀行線 但 有些組別沒有 看到 就是他其實 助力 在 也是要 射算利息 然後轉載 同時在 你只要 沒有轉換 他也是要 射算 利息費用 然後接下來是 這是不是關聯企業 那這個的話就是按照 這個 持股比例 那這個的話 他 在這個 貝圖子公司 資訊 這個 圖表 大概會有 一個貝圖 包括像 金長 這些 大概都是 子公司 那 要計算 大概就是 這個關聯企業 這塊 那 這邊大概 只有 天律 跟這個 Sharkhand Conformation 跟這個 Renance 這三 三 加方式 那 他會 按照這個 投資 體力來 來做 順利 那 還有一塊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付這個 匯對 順利的部分 那匯對順利 搭配翻牌的 財報的 這個 比較細的項目 他會有一個 外幣資產 那 他匯分 這個 貨幣性 項目跟 反非貨幣性 項目 財 的 部分 那 計算這個 貨幣影響數的 跟水利 搖關 就要看這個 貨幣性 下的資產 負責 那以他 2018年 這個 匯對水利的 部分 大概是匯對 收益 是 接近 快800 那我今天就 稍微把它做 拆分 他的 把一點 那細算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就是 可以用上去不算 就是 因為他在 18年的 期末 大概是 有 這個 1000多萬美金 的部分 那檢調他 位於 就是美金的 在100多萬 所以在100多萬 那 匯率的話 從2016年 年底是 29 29.76 點到 30.7 所以他會不會 變動大概就是 0.99 那你0.99 派在乘上 你的 美元資產 大概是 接近 大概接近千萬 所以你這樣 省出來 大概 產生的 臺幣 會對收益 大概就是 900多萬 那因為他帳上也有 這個 澳幣資產 那但是澳幣在去年 是 是總理的 從這個 21.67 對於臺幣 然後點到 就是 應該是 21.67 應該是 對 澳幣 那 這樣的話 變成你的澳幣 其實是 那 這樣沉下來 你因為是 或有 澳幣的 資產 所以你 早上就會有 會對的 損失 那這樣 變得下來的話 大概 估算的 金額 就會跟 差不多 因為他中間 可能 持有了這個 水位是有 變動 所以 這邊要 提醒大家 兩點 第一個就是 你要估算後面的這個 貴對收益 第一個是 你要看主要握有的 關於資產 是什麼 你 用腳來看的話 就是 美人 所以美人如果對 臺幣是 升級 就是 比如說他 總到 比如說32塊 那 用腳就會有一個 貴對收益 對 那這個就必須 你要把它放在 你的模型假設 那你如果 假設說 這個是 0的話 代表著就是 你的匯率就是 期末的 加匯對 跟起初的 匯率 就維持在 相應的 就影響你的 假設在裡面 所以如果 警察問你說 為什麼你的 匯對收益 這個是0 那你的 就要 回答說 因為 加上起初跟 期末的匯率 是 一樣的 那你也不可以把 這個 今年的 匯對收益 跟去年 放一樣的數字 比如說我 污算 今年還是用 這些 八百萬的 匯對收益 因為這女孩子就會說 你的 美元 會在 總身 大概0.9月 然後你會再往下 就是這個 喵媽咪的 裸子 放在你的 這個 呃 像勝利 匯對收益的話 一般是不會做 但我 會建議這個比賽 還是做 因為 因為Q&A 其實他就是 這個 正式比賽 就 因為做 約席 大概就 跟其他 就用 這個 大力 是 就是 東西 我給大家 帶來的 就是 7到 30分 但是這個 稅率其實 是用在 今年後 0年 為什麼 這樣說呢 因為 他會造成 他的稅率 在去年 都是 大股負責 就是從 17年8 到30年8 甚至 因為他去年 有任何 分數 但是他的 分數沒有 他還要 付出 所以他 帳上就是 這個 因為他權利法 也是有 所以權利法 其實就是 分數 貴責利 這個 這個 貴水控 大概有 很多的錢 所以 他實際 按照 如果他在 這個 國別 這個 這個 公司稅來算 他的法利 稅率應該 是在 20% 這個稅算 所以 我覺得 我會建議同學 要跟 兩份 一個是 你在 在估算今年的BPS 你要用這個 都是給的 概念性 就是27到30% 如果你要估這個 Wave 就是 WACC 這個 你要乘上 這個 X-ray 的話 那你應該是要用這個 各個地區的 零收 就是 比較長期的 來看的話 他大概會是到 什麼 什麼程度 那你 加水來算 這個 X-ray 因為他這邊 呃 台灣的話 在 四國 收理地方 有做生 17到25% 所以 短期之內 這個代表會變 所以我會建議 4天 20 22 23 連輪 來做 就是 計算一切 的時候 在計算 NameTown的時候 DPS 只要用 和計較成熟 那 CP的話 全部組別 我看應該都是有多往新轉化 但是這個資料的話 是有點小的 大概 後數 就是 他發4.5地的 這個 轉載 就變成 那等於就是 發4500 那其實 他可以從 剛才同學呢 會問公司說 那 譬如說9月底的轉換 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其實這個是 查料資料 你知道 從供丸子去 這個 露露警 也進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9月底 他流動在外的 余額 剩多少 那你可以把 所以就是 這期間已經有多少 這樣可以轉換 那 在 因為他是2月的 2月初 2月多 83 83年 那 在6月底的時候 他已經有752 這樣 差不多轉換 那 因為他配 其實 大概下大平 才配 所以他反正是 沒有轉換價格 多 這樣 那 這752 也是用上半年的 就發4 這樣的 這個78塊來做 那他可以計算說 我一張CP大概可以換 1282元 那這樣子來秤的話 大概 大概圖本來就會從 3.8起 3.8起 所以這個 這次我完全看不到 就3.8起 然後跳到3.8 那這個中間差了 964萬的 這個 圖本的增加 大概就是因為 CP 轉換 實際計算大概是這樣 那 背後的話 應該也會 拿到 拿到這個資料 那如果把這個 剛才同時有講 如果現在全部 完全 稀釋的話 那轉換完 他部分就會 加到 4.43元 就是把 剩下的這個 3700 把他來 做轉換 那今天 先到資產負責貸 我大概也是一樣 一開始先進的這個 計時 的數據 包括 對付金融 跟 0.0 那 這邊大概會介紹一下 影響的 這個 關係 那 iPhone15 這邊大概是 床分類 因為 大家可以把 這個六角的財報 抓過來 就是他 其實對 這個床分類是說 把原本的內 為律收 雙倍 低點收入 跟長期 低點收入的 這個律收盤向 做床分類 可以到 原負責 那依照這個 連負責 限定的 這個動作 所以 它影響性就是 這個 派基 完全是 市場負責交流 上升 第六的話 就是 iPhone16 的部分 iPhone16 的話 是 這個 影響 來 資產的負責都會增加 來 一開始做 這個開帳的調整 大概是 一步 費用 這一段 這個部分大概會有差距 然後 後續如果 大家再付算這個 雄犬資產跟 租賬負債 增加金額 其實這兩個應該是要 但是 把這邊後續再 再往上做 那 雄犬資產 它會影響到 那 折承負負貸 因為你折承 就是要 負貪 那 租賬負債的話 就要射算它的 利息費用 那 利息費用它 在採訪裡面有結論說 它的這個 租賬負債的 有效率 大家可以 回去看一下 我印象中 是 有效率 那這邊 就給大家看 這樣的畫面 細節 搭配我去翻 這個公司的評報 同學如果要 跳進去 這個模擬 單一科目 看之前 其實可以先 把這個 鏡頭 按一個 就是你先看 公司整體的 那 整體的 公司會對 他這兩年的 這個 資產負債表 的科目 比較出分類的 這個金額變容 比較大的時候 他會提出 多大計势 譬如說 他在這個 無形資產 他增加了很多 那大家 要回去看 他的解釋 是因為他去定了 這個位 所以他的無形資產 報徵大 那這個 同樣 你也可以 看這個廣作 跟這個 六角的 各種 採訪 他都會在 NFL 裡面 做 解釋 那這個 第二章的話 就是他對這個 比例分析 也會做 做一些 提示 讓大家可以 去看一下 那 對重要的 特性 服務業的話 這邊當然有一些 想法 跟大家 做分享 那 第一章的話 就是謝忻跟 別當謝忠 那在QA的時候 評審如果 那個 有可能會問到 這一題 就是 為什麼你障礁要有那麼多限制 對 因為有可能同學在 變這個 水利爆料的時候 客戶不到 塞哪裡水中 乾脆 不放棄 對 那這一個話 其實 這個 你被問到這一個 你要有準備 一定是 就是 就是當場 這樣在那邊 這樣 所以我大概 大概告訴大家 比較合理的 付算方式 第一個就是 你當然可以用過去的這個 現金地利戰 這個 好資產 這是其中一個 付算方式 第二的話就是 你把公司在 未來年 要 營運所需的 準備大概 兩到三個月 大概是 一般公司會做 這個 現金的政策 那所以 這兩到三個月的 營運所需 預支金 什麼計算 就是 你把這個 營收 減掉 信息 就是 所有 費用的 部分 那 因為中間還有一些 我都用現金的特務 所以你把這個 責救跟貪燒 把它加回去 那另外還有 當年度 公司可能會做的 CAPEX 跟 PIN 要做派放 所以他也要 備考這些 現金 那這一個就是 整個 12個月份的 公司所需的 7幾年 那 除以12 再乘以2 來一個是我們 變化 Research 線 大家可以看到 東西過去的 現金政策 大概就是 保留現金的 這個 水平 大概是 兩個月 兩個多月 大概這個 這個 它的 這個 大約是 蠻多的 趨勢 那這個 大家可以 看這個 變化 還可以說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剛才有同學會說 資產不在表明 有些通貨 那我這邊會建議說 你在估算這個 資產 就是 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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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賦的話 我會建議 這個比較合理 對 因為 左邊這個的話 假設是按照 這個 這個 趨勢的話 它可能是會 回到 平址一下 那 你如果是做這樣子的 預告的話 如果我是平址 我看到你的天賦 就這樣 額 額 我先會問你說 或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 它的經歷是 太會闖 也許 十四天 然後現在是 你必須要 做一個 合理的 解釋 那 另外一個是 你這個 存貨天賦 它不可能一直 一路往下 其中一個原因是 它會保有 這個 安全存貨 的面 所以它這個 可能 二十幾天 三十天 這個是 相對 那或者是 你的這個 英賦的部分 你也不可能是 一路 就是 欠了價錢 可以欠了 這個 這個當然是 會比較符合 實際 這個 企業在運作的一個狀況 這邊比較 複雜一點 我這邊大概 稍微的花時間 是不是 省 就是這邊 大概 翻入這個 報索 那左邊 它就是 這個 金額的 那對 這樣就是 底下的 PAPEX 跟這個 如果翻財報有一個 P&E的 增添的項目 那同學呢 會找 這個 要做過去的PAPEX 再看 說它到底花多少錢 那其實這兩個來源都 都可以 因為 看得出來這兩個花錢 其實 這個 金額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差在這個 不動用現金的 項目 那我建議的話 你如果是要看 看PAPEX的綜合 那你直接抓這個 現金流氧 這個 不動產的 這個 應該是比較 不動產 購置 這個 這個 那你如果說要看 它這個 PAPEX 花的項目 是哪一個 你如果要把它做拆分的話 比如說 它是拿來買廠房 拿來買這個 社會 或者是買 這個 之類的 那你就是用 看它的這個 P&E的 整件 把它做 做拆解 不過 這個 因為公司也講說 它的這個 走勤之差 所以這塊的 中標性 就是會越來越 但右邊的話 這個是剩下 按照 正常的公司的 綜合 它其實 這個 你的 Net P&E的 這個 YOY 其實應該是要高於 這個 Revenue YOY 等於說 如果我 這個 零收正常 二三十個 那我 P&E 這個 YOY 也是要 二三十個 以上 那 待會兒會做解釋說 為什麼要 要這樣 但是在18年這個 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它的 頂手跳起來 跳起來 但它的 P&E增加 其實增加不多 最主要它是18年 定這個 Rain 但是Rain 它其實 帳上 沒有 這個P&E 它全部都是無形 所以 這一塊的話 就會 這個 扭曲了 這一面的 狀況 那這個是 Campax 的 部分 它 在 這個 這個點是 它每一年的 從現金流量 表 花了 1000 那這個是 折舊金額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的 Campax 每一年都社會高度它的 折舊金額 那最主要就是 它可能像這個 這個 資本預算的時候 老是在解釋這個 P&E的來源 大概主要有點 Light Light 就是 這個 替換型的 或者是你 只是要維持公司 領域 所以你 當年度來做一些 太多換行 那另外一個是你 為了這個 公司的 成長 所以你多花了一些 去 去構 譬如說 機器設備等等 那所以 正常來講 公司如果 在 成長的狀況 你的 這個 Campax的金額 會 比你當年度的 就不要買到 所以多了這一塊 就是從 這個 Gross 但是 今年 第一季跟第二季 這個比較大不同 是因為這個 Depreciation 這一塊 多了這個 熊全之產 所以 這個的話 會 讓這個關係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 剃掉的話 其實 Campax 還是比這個 PAP的這個 Depreciation 還好 太棒 大家如果 後續要付 Campax的話 可能跟 你的折衷費用要 放入在一起 因為你如果說 你這個公司產長 但是你付的 Campax 比你的折衷費用還低 那我就會問你說 那公司的成長 是 是要做 要從哪邊 因為你現在這個 資產性格是 就是要往下走 那這個 應該是也 蠻多的 武學都有注意到 就是他的 那個開銷的部分 在2018年有 暴震 那暴震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 這個 18年 這個 他受購入取的 這個資產跟承擔 在萬宏裡面 大概是有 十一 一 這 一一四 抱歉 一一四的這個 加入上關系 這個無限資產的裡面 那 大家可以看這些有文字 這個 有興趣 應該必須說有興趣 你一定要回去辦 這個廉時財報 它裡面有揭露說 兩塊 第一個限收 你在這個 商標犬的部分 商標犬你每年要做這個 減準測試 你如果 有這個 發生 減準的情況 之下 你當年度就要體驗 這個 呃 覺得不要拿減準 那你如果沒有發現 這個情況 代表你這個 還有 還有價值的話 那他就不記錄 開銷 所以 這一塊的話是 做開銷但是要做結準的東西 但是在這個 加紅商外信這個 顯示的話 他的 市場 這個十年的 是限尊重 所以 這個金額在 一方也覺得 彈十分之一 這個是 一千 一千 一千百四十萬 那 每一個記錄這個數字 就會都是一個 就是這個數字 不是 因為他未來 再不增加這個 加紅商外信的情況 那最後是講到這個 呃 應付寶石在 那 呃 風刺是有講說 一定要把他做這個 呃 完全系事 那 那有些組別啊 會設定說 他還是 2020年 一整年 比如說 第二次 第三季 才完全 就是完全狀況 那這次在轉換完之前的這個期間 必須要做這個 呃做這個 客轉載的拆解 所以你要把他拆成 呃 債的部分跟 權益的部分 然後債的部分 你要射傳他的 就是客轉載的 歷史費用 那這個的話 呃 他是 發行本界四年 那他有在這個 付出結論 有講說 他這個 生涵的 也是 0% 所以他發行三年 那你要用四年五的以來 折算三年 就 0% 那 折過來現在的價值 大概是 4.3 那這中間差了 呃 1000 1000多萬 那這個主要就是在 這個區域 那 那當 那當 因為剛才有提到他 很有七八個 時候這樣做轉換 那 我們轉換的部分 就是 除以 1500 張 就在 在這個 呃 中 呃 應付公司在的 那在層上 這個 起初是 4.31 那過了三個月 他會有一個 射傳 就是這個是 可以加上去的 那這個是 那個帳面價值 那 在 按比例來 盤吹 所以 他這個 因為 轉換CV 造成 應付公司在下降的 金額 就是按比例來的 也就是大概 7200 方式 一萬 就是這個 那所以 他在6月底 他以這個財報有 應付公司在 大概3.6億多 大概是 這樣吧 所以 這邊 要做的話 可能會比較 麻煩 的 你必須要先回到 順利表的資產 這個你必須要先回到 再量 計算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 就是 盡量簡化 因為他 額 這個限制 流量表的話 當然都是 關鍵客戶 你不用下入 這個公司 也是財報 然後就是一個 可能三四十個 外景 的變化 對 比如說你 要付的項目 像這個 允護償款的增加減少 或 這個創作 然後甚至 是你這個 福利 福利這個一定要到 然後還有 Campax 對然後還有 這個 折舊跟貪銷 那這個的話 都是我們剛才 順利表 用這樣的 一個 item 那 所以 我的 看法是 你在付現金有兩條 其實你已經是把 前面兩個 表的 做事情 所以不要直接 跳到 不算前面 然後還有你 憲金有兩條 因為你等於是 對這個 起訴起末的 憲金有兩條來做 所以你一開始 憲金有兩條 要一個 合理治理 對 所以你這個 他中間的變化 才是 其他 消息 呃就是 剛才同學問說 那樣 因為他那個 無限資產 增加 他這種 病口的時候才會增加 那 呃這個 只能後續要 那我會建議的話 就是 他是每年做 做貪金 但是你要把它 分這個 呃 關係這個 才要 才要 那個 探銷 但是在 這個 呃商標權這邊 都不用 對 但這個 呃 進額的話是 往下降 再倒數了其他 把餐成 兩塊 因為你現在要 跟無限資產有關的 第一個是 無限資產 金額 就是資產付代表 的資本 那這一塊的話 他如果沒有在併 其他的 方式的話 他這個應該是不會再 再增加 對 然後 呃 應該還有另外一塊 剛才也 都講到 就是 就是 你看這個信項 他其實還有 你也會做這個 電腦軟體 的控制 對 但他比如說他 換他的信項 那這個就會進到 他的無限資產 那另外一塊是 你要做貪銷的 就是這個 加盟商關係 這個都會 會讓你的那個 金額都可以減少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 這個貪銷的金額在 很大 很大 所以他竟有一個 沒有其他變化 還是會很糟糕 剛才我給我講說 你這個 水素表最後有一個 少數的權益 就是 揮術女儒公司 或那個 其他的 少數的權益 那一塊 那這個的話就是 按照你的這個 持股品 你少數權益的話 你要扣掉的 他又會有一個數值 那你把他 揮上下來 那就是 你現在在這個 幻風就是 瑞典那邊 感覺是 是會有什麼 所以他的 內心卡 要撐你的一件事 那這個就是 少數目 權益的 那還有 這個 報酬查案 那 那個30% 也要撐 然後還有 這個 王座 這個 就是 他只有絕對 大多數 在另外一部分 就爽了 那你從上 生意卡 就在那邊 浪上進來 他其他還有一點點 就是 其他子公司 但是我是建議 像什麼 那個 Eco 或者是 I SK 這些 是可以 但是他在 轉投資 分析上 其實是要 要爽 因為他 這一塊 比較壯 就是他的 Ningham的壯 狀況 目前看起來 已經 威脅 我來看的話 是 是有 比較大的 想法 大概都 是在 沒有問題的話 我的時間 就到這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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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